像我就是平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爱好 就是喜欢打辩论嘛 然后当时学院组织迎新赛 就是辩论的迎新赛 你是辩论队的 对 然后那个 我就在文学院我就打嘛 然后打完之后 我就说有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加一下我们的那个群 然后如果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可以加我 我是这个队长 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找我说 然后他当时就特别生气 直接就是一个箭步冲上台 把我那个号筒拿走 说不管不管 你们学长不管这个事 你们去找别人吧 他不管这事 你们加别人去 就这样 特别让我吓不在他 我没有那么刁蛮 我就是因为他打别论嘛 第一次穿西服 然后看他距离力争的样子 就觉得还挺帅的 然后他在中间就是说 你们可以加我 然后那个小学们就 呼啦呼啦全都涌上去了 我一看就不行 我就告诉他们 让他们找别的学长负责 然后我就把他拉上去了嘛 因为人挺多的 他在台上 影响也不好 然后又把他拉出去了 我就跟他说 就是讲这个道理嘛 他就不听就在那哭 就一直在那哭 你不是讲道理 他就是过去就这样 使劲拉肉 然后过去冲住 还气喘吁吁地说 你凭什么能不尊重 别人喜欢的事情 你凭什么否定 别人热爱的东西 转身就走了 说得没错啊 他出门的时候 为什么惹我生气 他就说 说你看你打这个东西 你也不能拿什么大奖 你也不能什么帮你升学 也没怎么怎么样 然后还说不给钱 你打这东西干嘛 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个事 当时他就一直哭一直哭 我就没理他 我就走了 那我后来不改变想法 你打别人赛 不得过一千块钱吗 我俩去开演唱会了 就说这演唱会 买最后牌一座 看帮风演唱会 一共四个小时 我听保安唱了三小时 就非得要去看那个演唱会 还是最后牌子 完了 要是平时 他要想跑路啥的 他都会给我一个明示 或给我一个暗示 意思就是说 不行了 我要走了 然后你赶紧来拦我 然后这次好像就是认真了 我想跟他发消息 我说这事可能我态度不好 然后跟他那个微信一说话 我发现他给我拉黑了 然后又打电话 打电话也不接 然后我就给他那个 骑士那个盈盈打电话 然后盈盈告诉我说 他收拾东西就是要跑路了 要回家了 这回都没跟我说 我就想可能这回 我是真把他惹生气了 然后我就直接打车 去汽车站了 在那个说表处拦住他的 然后我就说 不管怎么说 我态度不好 也没跟你说明白这个事 然后我就跟他 做了一个类似像协定一样 然后后来就把他哄回来了 那不是协定 是个骗局 他就等着我入坑呢 他说那个我要是 能连续陪他去图书馆 待一个礼拜 认真看书 他就打辩论的时候 尽量少和女生接触 我那叫骗局吗 什么叫骗局 就是骗局是我知道你做不到 你就别辩论了 你说事实吧 他做到了吗 他没做到 然后怪我给他找的书不好看 他故意的 他给我找了一本什么 和鸭嘴兽去酒吧 我一看挺好玩的 谁知道是一本特别长的哲学书 我看了半个小时就睡着了 真要命啊 你读个书读半小时就能睡着啊 那个哲学很难懂 所以当时你信了吗 信了 你看 他耍小性子啊 或者说这个发个脾气啥的 其实也就真是无上大雅 都在我控制范围之内 但是就是我觉得 我跟他消费观点特别不一样 我其实家庭条件 就是挺一般的 我家里每个月 给我打生活位置八百 然后我自己出去 兼职做出什么的 我一个月大概能 有一千五左右能花 然后他就家庭条件比较好 他爹妈光给他钱就给四千 然后他没事还可以 就是再要嘛 然后他就是这个人 花钱大手大脚的 尤其是就是在买东西这上面 就是该买的买 不该买的还买 然后别人买他买 别人不买他还买 然后就是反正一个比个能买 这次这个双十一 他就跟我炫耀他买了 三十多个就是未收的快递 然后他都是没什么用的东西 那都是有必要 就像创联拖拔水果刀 哪样用不着 你能用着 你大冬天买什么花素水啊 我能咬你啊 你要说你囤点日用品是吧 日化品 我其实也不能那么反对 就买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什么睡觉闭嘴神器 我就不知道你买那个东西干嘛呀 自己有的毛病 我得注意点啊 我室友就说 我要是高度紧张的时候 睡觉说梦话 我不得自己注意点啊 他就总这样认为 他认为说 我有什么问题 我不先想 让我放松 不再说梦话 他就想说我花钱 去买东西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他有个观念 就是双十一啊 什么这种购物大潮 如果我不买东西 我就亏 买了我就赚 我来一句啊 他花你的钱吗 没有 那就完了 你让他花去呗 他真的心可强啊 我想啊 我们俩每天 白天他上班啊 或者他学习很累 我们俩晚上收拾 漂漂亮亮 尬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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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尬 去一个环境好的 高档餐厅吃饭 这样就也能提高生活质量吗 他就是想 我要跟你谈恋爱 我不能只花你的钱 我必须经济上 给你做到五五开 所以他就经常兼职 我就不想让他干 但是